近日,韩国网友发现Starship旗下女团成员生日直播的规模差很多 即便通为F组合成员的张元英·安佑珍和日本成员阿姨的生日都存在阶级差异 但是作为一路打拼下来的前辈女团宇宙少女成员雪鹅和夏天的生日更让粉丝杀眼 算可能存在场地、准备时间、行程安排等客观原因的影响 但是Starship对旗下女团的不公对待还是被网友推上了风口浪尖 网友评论说,不是同一家经纪公司吗?我知道有差异,但是也太无理了 宇宙少女是不是太简单了?除了Starship外,还有很多公司都存在差别对待的问题 经常被粉丝们埋怨各种不公平对待 例如之前YG旗下的BlindBink,旧成员服装区别问题闹得很大 甚至还在广告图、宣传图、文案中,遗漏掉了某个成员的无独有偶 JiB公司前段时间也曾漏掉了Tress子余的物料 Hyper的工作人员之前也有遗漏过部分成员V.Chin 种种这些都引发了粉丝不满 集体发邮件,刷推维护自己idol的权益 对此,大家怎么看待公司的差别对待呢? 欢迎留言,idol含舍 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欢迎点赞和订阅哦